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灌输的最重要一点 第一堂课就是武德 就讲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英雄 和这个历史人物 尤其关于武术方面 他们怎么样做人 学到了本领之后 怎么样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怎么能传承下去 生活当中就要自律 早起早睡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保持你固定的练功时间 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少油 少糖 少盐 在此基础上还要练精气神 外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武术运动员一般来讲 展现了他的精气神都很酥 开合手 双脚站立一键同汉 那么可以坐着 可以站着 然后双手平伸 浑身放松 吸气的时候开手 呼气的时候合手 可以睁眼 也可以闭着眼 如果闭着眼 感觉效会更好 第二回赵文卓的霍元甲 原心未感 求真求实 我的感受就是霍元甲 这个尚武精神和他的传承 当时的社会环境 造成的中国人被压迫 奋发图强 是他的一个精神 和霍元甲相似之处 就是习武 坚持不懈 自强不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和 为师教你武艺 为的是什么 强承见体啊 杀戒大开 该不是你学武艺的初衷吧 霍元甲那个时候 他也有一个报复 把自己学到的 各门各派的传承上去 他当时做出了一个 武术界来讲 非常大的一个感觉 你陈真可是个好苗子 论资质 我所有弟子中 无人能及 没理由赶他走 例如练南派的 练北派的 练摔跤的 或者柔道的 你都可以来 集合在一起 主要的目的 还希望能强健郭明之体 我在英国 法国 都参加过比赛 能在西洋拳坛 胜多负少 了不起 这个打戏要打的真实 尽量是少一点点 贴马行空花架的东西 刚开始筹备的时候 就跟郭导 郭同罗 尽量找一些会打的 既然叫武术证据 会打是最重要的 第三回赵文卓的反差萌 假等带货 令人信服 我在现场是 比较喜欢照顾大家的 有的时候大家辛苦 请大家喝喝饮料 送一些东西 让大家欢乐欢乐 因为我们在现场 可能讨论的更多的 就是说什么东西 就是吃了会比较减肥 然后什么东西怎么保暖 我跟卓哥在现场 交流的最多的 他推荐完了之后 我当时就觉得 马上被安利到了 他马上把那链接分享 泱泱大国早已行资狼狈 而所谓的武林 仍在为技高一筹 和门派之争打得头破血里 真是可笑 我觉得卓哥 他是有反能差的 就像一开始 我会觉得说 是一个前辈 是我小时候看 大威天龙长大的 一个武功高手 接触了之后 发现他有很多很逗的点 有的时候接话 接得特别快 反应力特别强 反能差很明显 是我小时候看 大威天龙长大的 一个武功高手 哼 雕虫小记 竟敢搬门弄服 大威天龙 感觉是高手在民间的 各种办法我都看过 大家非常有才 这么多年了 大家把它翻出来 做了这么多好玩 好看的视频 希望网友把我的新作 也做一做 如果大家觉得 好玩的话 简介一下 这有另外一种感觉